糟糕在備料的同時 我要今天用他們這邊的鵝肝 要做一個比較家常版的鵝肝醬 做法很簡單 這個是綠豆蔻 大概是這樣 三顆就好 不要多 因為它味道很重 它再放進去之後 它可以讓鵝肝或是任何的豬肝 它有一個很獨特的那個肝的味道 會稍微降一點下來 那待會兒我們還會再放一些別的東西 這個是小茴醬 放一點進來 然後接下來就很簡單 鵝肝你把鵝肝切得差不多是大小塊 它現在是冷的狀態 你把它放進來 那你希望 因為鵝肝跟豬肝其實已經不一樣了 鵝肝它已經偏是質地比較軟綿了 所以它已經得了先天的優勢 但是如果說你是用大火去煮它的時候 它也很容易因為你火太大了 所以會讓它的質地會緊實 它打出來的鵝肝就不夠綿 讓它在中小火的過程當中 慢慢去泡泡泡泡到鵝肝熟 然後放一點點的鹽進來 一點點就好不要多 待會兒好的時候 我們把它拿起來 加上我們要的味道 跟奶油跟這個牛奶 把它打成什麼 它就是我們的鵝肝醬 好 好 現在你確定鵝肝已經都熟了 大概是煮煮20分鐘左右 小小的 你把它放進來 很有彈性喔 好 全部都弄完了 那我們這邊 把鹽放進來 因為畢竟鵝肝醬還是要帶點鹹度 然後胡椒 胡椒要多 有喔 但是它沒有 沒有胡椒 它比較容易有那個味道 但是我需要一個濾網 要把裡面這個濾出來 沒關係 我把它放進來好了 這是剛剛的綠豆蔻 我還是希望綠豆蔻進來 會多一些味道進來 大概大概的就是把 裡面我們剛剛放進來的這些有沒有 但是因為你還怕那個腥味 湯上面的 還是把它稍微沖一下 好 這些小茴香 放在這邊 把它剝進來 這樣也是可以把那個 鵝肝的腥味拿掉 好 奶油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 外國買的那種鵝肝 它本身裡面油脂已經很多了 可能不太需要做這件事情 但因為台灣的鵝 我們本身的油脂不太夠 所以我們會 我會在這邊放一些奶油進來 不要怕喔 不要怕這麼多會怕 其實你是沒有辦法吃整碗的 你相信我 好 那現在 我再加一點點的牛奶進來 不要多 先這樣 然後我就把它打成鵝肝醬 我忘記了 那個 這麼新鮮料丟一下吧 這個只是怕 耳乾的味道過重 你加一點這個 所以它多一些味道出來 但也不要多 因為你不希望 它把耳乾的味道給搶走了 來試一下味道 可以再多加一點牛奶 拿一點濃郁 奶油再給我好不好 我吃過條 不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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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黏上 大概兩副而三吧 我這邊加了大概一條的奶油 這一條不知道多少 我看看 100公克 濕滑感出來了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要用的乾醬 那你如果說你拿到這個的話 你要把它塑形 你就把它放在一個容器裡面 或是放在錫箔紙裡面 把它包起來 你會發現裡面放了100公克的奶油 所以它包起來之後 放在冰箱裡面 它會結成一塊一塊 早上你就可以把它挖起來 然後當成奶油 塗在麵包上面 它也會非常好吃 這個時候咧 耳乾 味道乾你囉 這個糟糕 用蜂蜜 小茴香 綠豆蔻 胡蘿蔔汁 葡萄 紫油 檸檬 胡椒做成的油醋醬 將鵝胸表面撒鹽 挑筋 用蔥薑水 小火浸泡大概15分鐘 再把鵝胸煎到大約7分熟左右 再將做好的馬鈴薯沙拉一起擺盤 放上鵝胸 它就完成了 現在在這個 這邊算是東式 對不對 東式的地方 我們用你們的鵝胸 我們做了一道菜 讓你們來試試看 這個已經是煎到有點醃漬紅的狀態了 你們有吃到這麼深嗎 沒有 一般沒有 一般沒有 一般胸肉沒有吃那麼深 其實胸肉吃這麼深是特別嫩特別好吃 真的嗎 對 那是一種法式料理的概念 對 然後這邊有一些醬 跟鵝在一起吃 不會心 醬就不會心 不會心 對不對 好吃 對 就是你們家鵝肝 我知道 然後加奶油跟牛奶 然後 綠豆蔻 因為我一匙選角收不住 放太多 你大概放一顆就可以了 不然它最後回甘 有一點綠豆蔻的味道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但怕有人如果不能接受 你就胡椒多加一點 綠豆蔻加一點 沒有什麼味道 它綠豆蔻 刷水